说起胡歌,胡椒粉有话说了,提到此男神把大家激动坏了,在观众心里唯一可以媲美张国荣的男明星,真是莫上人如炬,公子是无双啊,话说魏哥那么多年过去了,他依旧人气居高不想乐, 首先在娱乐圈混,肯定有言,胡椒这颜值自然不是盖的,深邃的眼眸里散发的都是魅力,不能用俊朗来形容,应该用俊义,此人只应天上有,其次胡椒的演技炸裂,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要好演技,我们且来看看他塑造的那些无法取代的角色,他定格了梅长苏,定格了李逍遥,也定格了明台,梅长苏,狼俩榜首,天下第一大帮江左蒙宗主,在国仇家恨, 兄弟情义的漩涡中见招拆招,奏出江左梅郎赤子之心下的一曲慷慨悲歌,军统特工明台,他游走在黑白之间,时而脚狭如虎敏捷四剑,时而干净如水温暖四光,纵然身份重重,伪装多别,他也从未沾染肮脏,一颗爱国救国之心从不曾动摇,李逍遥,劈里脾气,狭干一胆,重情重义,行走江湖, 小说里的虚幻人物,就这样被他具体化了,其三,他是一个正真的演员,这些年没有绯闻没有炒作,只有作品,当年受伤归来的他依旧不悲不亢,用生命和情感在走戏,他的努力以及敬业支撑,在他一路火到现在,接下来依旧星图坦荡,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 按正常人的逻辑来说,他红遍大江南北,不是该时刻注意形象吗,时刻保持帅气才是该有的状态吧,可是胡哥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,胡椒粉们看得都替他着急,呼吁能不能偶尔有点偶像包袱,太亲民,太接地气,你这张被门家的表情包是认真的吗,一点帅气的样子都没有了,胡子拉叉的,有点地中海的意思了,还有点沧桑,你那一副生无可恋, 的表情是想笑死谁,网友恶搞,把他披成天热不想出门的表情包简直太贴切,还有这张大鼻孔的图,你这么帅的脸你不去拍,非要把整个屏幕聚焦在两个鼻孔上,还无限放大,高级自黑,怕是一天不自黑就浑身难受,不过就是这样的胡歌深受观众喜爱,匹帅匹帅的有目有,还有一种黑色幽默,不得不说情商高,我服,怎么还不出新作品,我们都等不及了, 同样喜欢胡歌的点个赞败,不行的话评和论点中,每天期待与你一起看八卦聊影视,欢迎关注大鱼自水,出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,此文章为大鱼自水原创,特此声明。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